七局上 桃園市成功截杀最后一颗球 结束长达两小时的冠军战 这场打得可不容易 前半局被清北市领先 不过到了六局下 阿美族的李立威敲出安打 气势大增 之后连轰两支安打逆转局势 让队长放下心中大石头 以前学长人说还没来的时候 说不要断在我们这一届 每个人都想要连霸 把最好的荣耀留给桃園 顶着上届冠军光环 确实带给球员跟教练不少压力 因此球队在春节过后加紧练习 到了比赛前两周 更是增加职讯天数 因为我们这次有四支球队的学生组成 但是因为他们配合上还有一些状况 包括是说在作战方面的 安耗方面的都还有一些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提早 让他们早一点接触 然后做训练 一开始第一次集训都很乱 默契根本都没有 到后面我们就越来越好 然后也会分组比赛 借着实战累积经验 桃園市一路对战之下 以培养良好默契 球员间更是拥有强烈的相信力 我们投那一场吧 前面三局被他们得分的时候 就开始感觉说完了 就这样会输这样 后面我就跟他们说 还没结束不要放弃 桃園没有那么乱这样 秉持同样信念 让他们成功在冠军站逆转劣势 达成二联半目标 为桃園市拿下这次全员运 首座冠军 有些新闻 R15刘宇兰罗东采访报导 紧接着来关系